万连将与拜仁慕尼菲达成5000万英镑的合同,交易对象是他们的中后卫热罗姆伯阿腾。 这位29岁的球员可能会在今年夏天离开安联球场,而拜仁也并不反对卖掉他。 伯阿腾在曼联与拜仁的交易停止不前时,差点加入了巴黎圣日尔曼队,但据信曼联对他的加盟更加有兴趣。 整个夏天穆里尼奥都在寻找中后卫,包括巴萨的赛妙尔乌姆弟弟,皇马的拉斐尔瓦拉内,热刺的托比阿尔德维尔德,和莱斯特的哈里马奎尔在内。 但曼联的演员情况一直不理想,而博阿腾也被他们关注了很长一段时间,只是之前一直还没有正式的报价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一切可能会在今年英超球员转会,窗口关闭前发生改变,因为红魔急切,需要加强他们的后防线。 如果曼联想在新赛季开始前拥有一名出色的中后卫,那他们就必须行动迅速,但是,如果他们认为博阿腾不值得他们付出5000万英镑的话,那就还不得而知了,他的年龄意味着他的价值只有几年的时间,之后他的竞技状态势必会持续下降。 然而,这位德国国角目前还是欧洲最好的后卫之一,自从2011年从曼城加盟拜仁以来,他已经代表拜仁出场258次,赢得了6个德甲冠军,所以,以博阿腾的能力,他可以改善曼联目前的后防线,但他的价格不会便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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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